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就可以开放地谈了 今天要跟大家谈 感谢台道风险中心邀请我来 我今天所扮演的角色 是提供这份调查的基本背景 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调查的结果 那TCFD就是气候相关财务揭露调查 那我去看台湾上市公司 上柜公司手边的永续发展报告 所谓的TCFD最缺的就是财务揭露 都还是属于文字阶段 而没有达到一个气候风险 包括所谓的实体风险跟转型风险 对它的损益表 对它的资产物债表会造成什么冲击 当然这个未来会有S1 S2 这个刚刚中心有提过 那我想那个陈副主委应该有提到 未来会有连接到财务报表 但现在都还是属于比较是做文阶段 都是有做 但做的呢 就是前面一步而已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先问一句话 这几年大家一直谈净零排放 到底减碳排放了没有 温室气体会造成全球软化 那温室气体有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氧 还有韩佛气体 韩佛气体很多啦 那会造成二氧化碳是最基本的 二氧化碳占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是71.6% 第二个呢是甲烷 甲烷占21% 为什么会有甲烷 第一个就是天然气的碳核挖掘 还有龙木叶 就是你如果要对气球 你如果要对地球要有贡献的话 你就不要吃肉 吃肉的话养木叶 木叶就会产生这个甲烷的排放 你有时候也会产生甲烷的排放 那一氧化二氧跟韩佛气体 主要是工业制程产生的 所以各位 最大的还是二氧化碳 当然我们这边的数据 都已经算成二氧化碳当量了 那说实在的 台湾 全球并没有减碳排放 所以你看一下 2022年 碳排放还是增加的 台湾呢 也是一样 台湾在2020年 碳排放有减少 为什么会减少 因为COVID-19 但是2021呢 碳排放又增加了 所以呢 台湾的表现跟全球一致 没有认真的排 但也没有增加排放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特别要强调一点 台湾跟全球平均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二氧化碳占所有温资体比排放 95.32 那全球是多少 全球是71.6 为什么这个 因为我们的电力发电结构 化石燃料占了83% 再加上那个用化石燃料去抽的水力 将近84% 所以我们的碳排放 就会二氧化碳 所以台湾现在如果要减碳排放 说实在的 企业是比较第二层次的 是国家的电力结构 这个如果没有改善 怎么减都没有办法 因为电力的结构 就是企业的范畴二 以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在2030年之前 还是会增加排放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减排呢 因为它主要的碳排放 都来自于范畴二 所以国家的电力结构没有改变 它当然就没有办法减碳 所以 很多供应链讲的是 2030年要达到碳中和 它没有讲减碳 碳中和意思是什么 我能减尽量减 不能减呢 买凭证来抵减 减碳排放是不能买凭证来抵减的 因为买凭证来抵减的话 会有重复扣底的问题 所以台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电力结构 好 那其实全球就只有一个 地区非常认真的减碳排放 就是欧盟 欧盟的话 2022年相对1990年 大概减碳排放了30%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 所以它才敢喊出 2030年要跟1990年 要减碳排放55% 这是全球最积极的 因为它有这个 那为什么它有这个 因为它的电力结构 低碳能源占比达99.7% 什么叫低碳能源 就是再生能源跟核能 核能是低碳 但它不是再生能源 但核能是低碳能源 就是常讲的干净 或者叫清洁能源 但核能可能会造成一个 所谓的political issue 那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都了解 你看一下 欧盟的电力结构 核能23.3% 再生能源46.4% 所以加起来是69.7% 低碳能源 这样是一个电力结构组合 能源政策 portfolio 比较balance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 那接下来呢 台湾的电力结构 之前1990年的时候 化石燃料56.3% 化石燃料就是天然气 还有煤 主要是煤 然后呢 核能占36.4% 其他占7.3% 可是我们2023年 化石燃料高达83.1% 抽续水力其实 也是会排碳的 那就84%了 而且在灰核家园的政策之下 核能会持续下降 如果什么都没有改 明年应该就是灰核家园了 那灰核家园的话 我们的低碳能源 只能靠再生能源 我们去年的再生能源占比 才9.5% 这个是很认真在做 经济部很认真在做 但是呢 你如果单压再生能源 那么你的化石燃料呢 就不会下降 那时好走向天然气 那我们天然气是没有探勘 但是我们有使用 所以天然气价格如果上涨 台湾台电就会亏损 有时候是塑给中油啦 最后还是要谁去争资 政府去争资 不然就像今年4月 全民涨电价 一样的问题会迟回来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走向灰核家园的话 我们再生能源大概在2026年 最高的希望达到20% 然后天然气占50% 其他占三成 那天然气占50%的话 那我们台电的经营状况 就深受天然气的价格的影响 而天然气呢 又会产生是甲烷 会产生甲烷 而这几年 COP26 27 28 都在谈甲烷要降低三成 如果甲烷一定降低三成的话 天然气价格必然上涨 那台湾的发电结构会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电价要提升 第二个就是台电 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 这个所谓再生能源 间接性发电所产生的问题 这是两个Key Point 所以我这个是开玩笑的啦 台积电到海外设厂 谁最高兴 台电 真的 因为台积电对台湾的用电 现在未来可能十几% 那他去国外 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全球的电力结构 平均on average 低碳能源占39.6 南韩 南韩在上一任总统的时候 也在喊要飞和家园 为什么这任总统呢 不喊了 因为你要解决天然气价格 造成电价的影响 还要间接性供电 你有没有办法 造成制造业不缺电 所以他们2023年化石燃料 61.6 核能29.2 再生能源9.2 所以他的低碳能源是38.4 各位我们是多少 我们是15.8 我今天不是说要核能啦 而是说你选择了什么能源政策 你的结果就是那个样子 你就要承担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任何政策都有他的副作用 我只是在这边强调这个议题 接下来啊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调查会说 大概至上都是属于起步的阶段 最主要就是 没有强的趋力 但是为什么这议题一直会燃烧 例如巴黎气候协定 联合国每年的COP会议 没有一门学科 每年都被拿出来promotion的 所以我现在从公司治理也转型 做永续发展了 因为要转型 虽然离退就只有五六年 但还是得转 还有国际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公民的觉醒 这个是属于意识 这个是属于意识啊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买方力量 第一个就是股市机构投资人 股市机构投资人 如果强调要减碳排放的公司的话 那么公司自然就会减碳排放 我曾经听过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他说真的有外资打电话给他说 你们的减碳的路径是什么 因为这种机构投资人 他们会有专门一个来做 ESG的evaluation 第二个就是供应链 为什么台湾的供应链 现在都要达到碳中和 因为苹果说要碳中和 那苹果的碳中和 不是苹果这家法人公司碳中和 他要整支苹果手机碳中和 所以谁就会被影响到 供应链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力结构 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净零 所以他只好达到碳中和 另外就是永续金融 就是金融业 金融业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 在金融业最大的挑战就是 他投融之对象要压多少比例的评估 在金融方面 在减碳排放 这个也涉及到竞争的问题 好 那另外还有永续报告书 这个大家都有谈过了 然后S1 S2 这个就连结到财务报表 好 这个就是我把台积电台泥跟中钢 因为台泥中钢是高碳排 那其他就选台积电 他们当然治理结构也写 策略也写 风险管理也写 指标与目标也写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标跟目标 不够明确 台积电就写2030年之前 它碳排放还是会增加的 然后台泥它减碳指标 不是绝对指标 是相对指标 就是每一顿水泥 它减低排放多少 但是不是绝对的目标 中钢它本身是个高碳排 而台积电跟中钢 原来加入科学性目标的 那个减碳排放 后来因为没有提出 最后的program 所以后来就被remove掉 所以事实上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TCFD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跟执行 这是最大的 而且跟财务报表的连结 最后我来做一个建议 首先说实在的 减碳排放一定要全球政策的配合 我评估过全球如果真的要减碳排放 有两个重要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能源结构转型到清洁能源 就是我刚所提的低碳能源 然后为了降低全民的负担 最好是能源的组合要均衡一点 这是第一点 这个就是要降低企业的范畴二 那如何降低企业的范畴一 那要不要用硬一点的 就是所谓的有效果的碳定价制度 什么叫有效果的碳定价制度 第一个欧盟的碳排放配额 再加上碳交易制度 意思就是说我每个高碳排公司 都给你个配额 而且配额逐渐减少 而且配额逐渐要用价格来买 所以一旦你排放的比配额 免费的配额高 你就要去市场上买 你知道他现在的市价是多少 100块美元一个公顿 100块美元是3000多块台币 我们台湾讨论的碳费居然是从100块函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我只是告诉你 倘若你只有定100块200块 企业就把它当成本当费用 没有市场的incentive polish 企业去减碳排放 但是我承认 如果是碳费设得高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产业的生存 这也是政府在concent的地方 不是政府不愿意做 而是怕下去之后 马上产生了经济衰退 影响了很多的层面 第二个就像新加坡 新加坡原来的碳税是 原来是美工顿五星币 今年到25星币 两年后到45星币 25星币大概是600块台币 600块台币 两年后的45星币呢 大概是1000块台币 然后希望在2030年的话 要到50块到80块新币 就是1200到2000块之间 就是搭上了欧盟的水准 所以只有这两个 这两个才是完真的 倘若没有采取这两个的话 那就是比较佛系的 或者就是说得多 说得多 做得少 他其实是最好的碳排放配合 我们每个人时间 然后他的脸很严格执行 然后如果你没有达大的话 就把你赶下去 那我就一定要下去 说一定要碳排减排 不然就会被赶下去 那再借一点时间 好 永续发展的治理 就是刚刚讲的 要去评估气候相关风险机会 还有气候策略 我大概归纳了气候策略四个 然后减碳的四个阶段 盘查减排 底换跟揭露 最后最重要的是 明确可执行 可比性 落实执行 避免漂率 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 如果你漂率的话 如果你发生了负面的ESG事件 你股价跌得比你漂的时候 还要多 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漂率就是讲得多 后来发生了负面事件 那讲得多的时候 股价是有比较正面的 但是被发现负面事件的时候 你股价跌得幅度 比你刚刚那个涨得多的怎么样 还要弧度还要多 也就是说市场会 punish你漂率 简单的这样说 你看他严格执行 最后做一点广告 想要为台湾的永续发展 跟近零排放做一点贡献 所以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写了一本教科书 名字就叫永续发展 以近零排放 谢谢